没有拍观察照 算机 没有 我去他们家看到他的手势盒 就是一个纸盒子 很小 拿出来的东西两三样 据同学讲 李颖来到北京之后 并没有得到国家人的热情接纳 她和沈宁甚至没有办一场体面的婚礼 可即便这样 李颖也没说过半句怨言 她反而安慰自己 怨在四川的父母 她给自己这辈子 找到了最可靠的男人 她说这个男孩 反正看得挺老实的 老太太记得 女儿说起沈宁时 总是一脸知足的表情 这个平日里大的灵灵的孩子 闹起了甚至有点像假小子 可只要往沈宁跟前一站 就变得小鸟一人一般 当妈的名买 女儿这是爱沈宁 全心全意的爱 当然对于这两个人的感情故事 一起走过来的大学同学 了解的就更多了 他们说李颖对沈宁不仅仅是爱 简直就是溺爱 把对方当小孩子哄 有一次我们出去 然后他就跟我说 说你看沈宁时背的那个摄影包 他说得 我不知道他指的哪一手车 他把一辆车的钱 但确实他可能在自己身上 他花的确实比较少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 他也从来没有在我们任何人的面前 流露过他不满或怎么样 你就觉得他从来没有计较过 而且他也真的没有往心里去过 都说爱情需要精灵 但像李颖这样对自己的爱人掏心窝子的付出 也着实令人感动 朋友们都说 李颖和沈宁在一起 从没流露过不满不快乐 更没有计较过自己是不是付出的更多 他每天风风火火的工作 甜甜蜜蜜的恋爱 走到哪儿都是开怀大笑 再看这照片上的李颖 看他挂在眼角眉梢的幸福 想必各位也会给深深的打动 十年的感情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应该是很重要 很重要吧 他的电子邮件 就是他们两个名字的缩写 记得很清楚 S N L Y 李颖就是他自己 S N就是沈宁 而且他把沈宁放在他前面 因为这个邮件 我这几年来用了太多面 每次给他 我写完短子刷给他 好像每次邮件都会提醒我 来警戒看他动物重要 说话的这位叫张奔斗 是李颖生前的工作搭档 他说他一直在想 爱情对于李颖究竟重要的何种地点 是否值得这样一个优秀的女人 舍掉信任 那是在十月七号 也就是李颖出事的当天下午 他们二人在网上交流工作意见 期间 一向刚强自信的李颖 突然插进了几句平时不可能说出口的话 而他一直埋在心底的秘密 也就此和谈拖出 真的要离呢 在办公室也没法哭 还得强忍着 他说他爱他 找到真爱 那个下午 李颖一定很难过 他问同事 既然沈宁说他找到了真爱 那么他和我这十年又算是什么 已经忽略了丈夫背叛的事实 却一定要追究自己十年感情的定位 哎呀 这个李颖太执着 也太困惑了 没有人知道 那个寒冷的月 他跳进护城河的一刹那 心里是不是也纠结着这样的疑问 但至少可以肯定 那真爱两个字 在他心里画下了深深的伤痕 是啊 十年 从风华正茂的校园情侣 到共住爱潮的夫妻 他李颖和沈宁之间 如果不是真爱 又是什么呢 沈宁会给他怎样的解释呢